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今天分享一隻好飽味的薑油雞 首先我剛剛買了一隻雞 這隻雞是近浮天路山土雞 只是在前大媽有得賣,其他地方沒有 天路山的山水環境很好 天然散釀,即是走地雞 專屬配方資料,威迪 除了雞之外,還有其他的材料 我們有一些蔥 這些蔥是紅頭的 有紅色的就買紅色 沒有的,白色都可以 紅色的會比較香 然後我們有沙薑,薑,芫茜 還有鹽焗雞粉 接著我們先處理這隻雞 天路山土雞是有腳帶的 很容易拍的 這是一個標誌 在腳上有條帶 我們先剪出來 我們現在處理一下這隻雞 首先我們看看裡面有沒有油 這隻雞其實沒有油 小油 因為不是太肥膩了 還有我們現在 清理一下裡面的材料 接著我們在他的腳 膝蓋下面放一刀 把鳳爪拿出來 切的時候,就盡量在下面 不要在膝蓋上面 否則皮會脫出來不漂亮 然後我們幫鳳爪做一做尾格 這隻雞比較乾淨 所以就沒什麼可以攪拌了 這隻雞拿去洗一洗之後 接著,蔥 蔥頭那邊我們先放在邊 然後呢,其他我們用來切蔥花 蔥花是最後那時候 用來做醬油汁用的 盡量大粒一點 大粒一點 口感就會好一點 接著 沙薑,我們將它 一半切大片 用來浸雞 另外,薑呢 我們又切幾片 用來浸雞 那整塊薑呢 等待那些要留回去 有用的 我們要做薑肉 接著呢 我們拿少許的沙薑出來 我們切碎去 切碎去 切碎去 我們呢 用來做醬油汁的 那你可以嘗嘗我這個方法 左手 按著刀頭 右手 拿著刀柄 左右兩邊搖 這樣 乾淨很多 這個程度 這個程度 沙薑碎 真的沒有沙薑碎 或者沒有沙薑的 你可以買沙薑粉來代替 然後用來的芫荽 我們切碎去就可以了 用來做醬汁的 看看有些味道 好 搞定 很快 吃不到芫荽的朋友 就 可以不放的 不要所謂 吃到就放了 香很多 跟著左邊的 就用來做醬汁的 右邊的 現在拿著這些 就用來浸雞的 大家看看 兩種薑 然後那邊也是 切碎的 跟著呢 我們剪回一些薑 我們把它切粒 我們打薑蓉 一等下我們會炸薑蓉 淋回去 淋回去 哇 這樣香 打過的薑蓉 香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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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放一點水 找個Bender 如果你沒有攪拌機 用一把刀拍 然後剁碎去 都可以的 我們先攪爛它 他打這東西 就比打蒜蓉的時間 會長些 薑比較硬 就打到這樣的程度 然後呢 我們隔水 隔了水去 不然等一下炸的時間 就會很長的了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 抽兩湯匙的薑蓉 等一下呢 用來做醬汁 兩湯匙 你用手也好 去把薑的水 汁拿出來 那些薑汁可以留回來炒菜 醃肉 很多用途 很多用途 不要浪費 那些薑汁 很棒 用來醃一些雪藏排骨 可以醃軟去的 然後我們先放在旁邊 然後我們少一鍋水 你把那些 蔥薑 沙薑 放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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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著雞 它的水會進去內籠裡 然後拿出來 又放在旁邊 放在旁邊 三次 放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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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分鐘 至一個小時 關火 蓋上蓋 這樣就可以了 水要多 放在旁邊 放在旁邊 這樣會不會激起 以前我們有些浸雞的影片 海南雞 白斥雞 大家可以看以前的影片 是參考的了 在浸雞的時候 我們有一堆薑蓉 下油 我們低溫油 開始炸 我也不小心 油溫 比較沽了 低溫油 最好 就凍油 開始放 然後我們慢慢 這樣 開火 火小一點 不用太大 慢慢炸 將它的水分 炸走 蒸發走 如果覺得不夠油 可以加些油 現在炸的 很脹 等下慢慢就會收縮 而且麻煩 可以去街市買那些 炸的乾蔥碎 用這些 代替也可以的 有薑當然會更加好 不想麻煩 就買 對 因為 下了它之後 真的很香 而且它的油 很香 我們慢慢來 不要急 不停攪拌 在鑊邊 我們要留心 如果它黏上去 很容易會焦 炸完之後 融不完 留下 下次也OK 炸到差不多了 有少微黃 現在看到 有少微黃 有少微黃 的時候 我們要準備起 因為太深色 它就會過火 現在這樣就可以了 基本上 這個顏色就可以了 我們把油隔了 我們隔了之後 等下我們把它撥開 散熱 油留回去 等下有用 這樣撥開 散熱 接著我們調一下 醬汁 焗雞粉 薑蓉 沙薑水 蔥水 芫荽水 全部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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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將 剛剛那些 薑的油 煮回滾去 倒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少少就可以了 我給我多了 然後我們看回這隻雞 夠粽了 這樣 打開去 我們看一下熟味 有方法 很多方法 我們拿去 在鼻子上 用筷子插進去 流出來的液體是透明的 沒有紅色的 粉紅色都沒有 這樣就可以了 熟了 然後我們將它浸到冰水 浸凍去 這個步驟很重要 皮爽肉嫩就是這個步驟 我們用冰水浸透去 浸透去 然後我們將它浸到冰水 浸透去 這個步驟很重要 時間關係 我就不斬雞 大家可以看回我以前的影片 這樣 雞斬完之後 我們有些炸了薑蓉 我們將它放上去 很香的 我之前海南雞 白斥雞的片 都有斬雞的片段 在這裏就不重複了 時間有限 因為不想條片太長 接著有個汁 我們將醬汁 即是有很多蔥 薑的醬汁 淋上去 基本上已經夠鹹了 但如果你都覺得不夠鹹 你可以加醬油 我放了一點辣椒 裝飾 我們先試吃 我們先吃雞胸 雞胸很棒 這隻雞很嫩滑 你看看 不是不嫩的 有口感 很嫩的 很滑 而且胸骨 比較薄 所以它比較多肉 很正的 很嫩的 很滑 浸雞方法 骨頭裡面是沒有血的 老友雞 小孩子都可以吃到 很嫩的 骨頭有血 腳軟 但是這個做法 就不會的 主要是因為 你浸雞之前 拿出來攤一攤 好正 好嫩滑 好嫩的 真的很嫩滑 你看看 麻煩 還沒訂閱 請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 可以給我一個讚 分享給朋友 今天差不多了 原來這個土雞還有很多其他的煮法 例如蒸雞 手絲雞 炒雞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其他的煮法 那你就要留意我的頻道 多謝多謝多謝 你看看 我們非常的早上 你可以看到 你的煮法 你會不會的 可以唯一